六月中旬 訪官到入境減的措施之後 這個出入境的利益多數 講同期上上課的客運量 將近二十萬金儲 比今年冬季 結出將近三倍 坐婦人機的人變得比較多 為到百度的風險 是不是也會對你增加呢 全國的遺書 紅線 英雄道 國外研究的措施 說坐婦人機跟坐辦公室 閉起來坐婦人機的風險 並不會比較遠 坐婦人機上最安全的座位 說是最多的一百 跟我堂子問的位 如果專程都來掛水安 可以來降價三十八度的團報論 冬季消費增加192.96% 差不多勝中三倍 空氣起降 將近一萬台 跟今年冬季消費增加12.74% 客運表現也更好 天北口當前醫生 也說有多研究所謂 因為現在坐婦人機的風險 沒有比坐在辦公室更高 美國有做統計說 最後一排座位最安全 傳播你病毒威力最少 為什麼 因為最後一排沒有人 沒有人在你後面咳嗽 沒有人在你後面說話 沒有人在你後面 拉開口罩吃東西 紅線應用美國 在你弄大學的研究 滴起村來的安全席位 剛才未來的我堂子問的席位 因為我堂子問的日期 有大概43%的司機行 我從來的日期有80% 另外發生接觸的機會 我堂子問也只有12次 比坐百尾的日期更好 還有出國進前 柯定人家的事情 跟水安掛好主業廟 尤其在家村裡面 專程掛水安 可以減少30%的團佈率 預備啦 這些東西 雖然這輩子的紅線 沒有想到這麼高 不過 未況比的點是比的點過的 變異主要在各地流行 好民眾出國 要起來做好個人好好 才能生到安心 健康 好民眾大臣 感谢观看